虽然刚出的双点校园首发就加入XGP 但这种模拟经营类 但凡只要优化还行 掌机玩绝对的时间杀手 所以这版无非操作要习惯下 还有东西造多了会有点卡 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你看玩的多上头 嗯 呃没事没事 哪个游戏刚开始还没点bug嘛 而且双点校园自动存档多 重镜一下就好了 多大点事 其实美观就刚打开时读取场点 玩的过程里不用加载 继续接着干啊 有一说一 Switch版还是很方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8月9号延续双点医院的奇趣搞怪风格 系统世界上进行的部分改善 带来了新主题的双点校园正式发售 老实讲 之前医院在Switch上的操作 一开始我适应了半点 毕竟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规划和利用空间 会大量用到精准点选与调整位置操作的游戏 摇杆玩是真微操 很多时候要通过轻轻拨动摇杆来小幅微调 不过一旦熟练了以后 这种类型组掌机无分切换的我真心容易上头 睡前来一把弄不好直接就天亮了 双点校园继承了前桌的特色 这次围绕的精英学校 在双点线等待的玩家们的 依旧是一个个花样不同的主题关卡 难度循序渐进 除了现实还稍微沾点边的 维科论虚拟常态客 新东方烹饪学校等 到照机器人 打起司球 训练骑士 双点版的霍格沃茨 还有考古挖掘 培养间谍或歌手明星等等 越往后越离谱 关卡中的花样也在逐渐增多 一块块展开了了 和医院的玩法大差不差 玩家扮演校长 或者说是保姆更贴切些 根据美观主题和对应任务展开挑战 当然了 这些学校科目 科目限制中认知的压根不是一码事 但相比医院题材 某种程度上 大家对于校园生活还是会更熟悉些 看着游戏中 从美观开举一座空荡荡的建筑 到由玩家自己精心规划 仔细布置和调整一个又一个的房间 学着学校的生意 哦不对 教学质量和口碑蒸蒸日上 学生和员工也越来越多 流程中偶尔停下操作 就看他们热闹在校园里生活学习 还有非常丰富的幽默小细节哦 也是这类游戏乐趣之一 系列特色搞怪国与广播 当然不会缺席 学生们请注意 我不是你们的帮 学年期中考试成绩已公布 哎呦 不错呦 教职员工请注意 狗不会吃家庭作业的 回答常见问题 你的食物没热 是因为烤箱没开 啊对对对 你的搜集主机模式没画面 说不定就是底座的电源没接 除了依旧在一本正经 无厘头的公告广播 尤其中双点电台 男女生配音质量不错 节目本身或调侃和讽刺 或冷笑话还有恶搞广告 反正也有不少乐子 顺带一提 旁白字幕默认是关闭的 在设置里可以开启显示 在美观首演并用 为了达成目标正绞尽脑汁的经营过程中 这些时不时插入的语言 竟能活跃气氛 特别是广播节目 还对应游戏中的设定 加上美观会来检查学校的各种拜访者们 越玩下去越发现双点正常都是熟人 玩过双点医院的朋友 我估计这座上手应该毫无门槛 虽然运营上有一定的区别 医院是不断调整 提高从阶层到治疗成功整个过程的效率 学校除了教学 还得照顾到学生们在这里的生活 交际 课外活动等方方面面 不然直接给你来个聚焦学费 或干脆退学 但关卡操作层面和之前的思路差不多 依旧是建造调整管理好工作人员 另外随时留意学生们接二连三申请要求 而且不少地方更方便了 初次接触新人只要对这类型有兴趣 也不用担心 本座的引导很友好 而且有的一定容错带来自由度 先上手阶段 每关都会先介绍主题 也就这一关设定故事 然后会给到从一个空的建筑 到后期直接给片空地 让玩家慢慢熟练自己来规划 而游戏里的经营管理 可并不是简单的 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首先除了相当于教学官 第一片校区 越往后资金就越不宽裕 造房间填设备 雇员工 排活动 搞科研 买地等等等等 想赚钱得先学会合理的花钱 要是不小心财政赤字 没钱可啥都干不了 美关土地也是有限的 怎么布置房间最有效合理 中后期空间不够了 有什么调整才能解决问题 关卡里玩家可以直接复制房间 或把自己精心布置 和利用到每一个位置的房间 保存为模板 并跨关使用 这样就能避免反复操作了 不过一些高配置的房间复制或模板 虽然一上来房间等级就会高 但对应的也要花费大笔的金钱 当然了 你可以随时变卖用不着的设备 其实不想财政坐金见走 还可以利用贷款服务 随着校园等级有5万 10万和25万三档可选 别看利率是足迹提高的 金额越高 还款周期越长 平坦到每月其实并不多 只要合理利用好这些贷款 前期阶段就能造出一大堆设施 或进行研究解锁项目 以及培训提高员工们的技能 每关都按照学年展开 根据关卡或玩家安排的课程不同 需要专门的教室 老师等教职工人员 以及从宿舍 卫生间 通用的阶梯教室 图书馆等基础 到扩展开来的各类功能房间 游戏中都会有明确的提示 跟着走就行 看着很简单 学校里的这一大群人 可没那么好的伺候 员工要发工资 技能越多等级越高越好用 但开销也大 意义增长的学生人数 也带来了更全方位复杂的需求 除了美关心情目标 大家还有从学业相关 到包括心情 饮食 卫生 娱乐 交友等五花八门的情况 而围绕了这些 无论从符合功能性 还是按照玩家自己审美来仔细布置 从无到有 从有到大 逐渐打造这一大片校园 运营能正向循环 并看着它越来越热闹 就是本座的最大乐趣了 每关完成一新任务 会解锁后续的关卡 你可以继续深耕这一关 毕竟校园已经运营到一定的规模 也可以先玩后面的 看看又有哪些新花样 各有各的乐趣 当前的科目会延续 不同的选择和阶段 玩各个关卡 都会带来一定的新鲜感 在中前期 玩到训练骑士课程的诺博斯泰德 完成一新目标 就能解锁本座的沙盒模式 沙盒可以开20个存档 能直接游玩本座目前的12个地图 及包括常规标准模式 解锁所有东西 也不用担心财务问题的创意模式 和限定的开局的金钱 与培训点数等 带来更高难度趣味的 挑战模式三种玩法 当然还可以自定义 让玩家自己想法 配置这局的收入 校园和各种项目解锁情况 同样的关卡 在沙盒模式中 会有的更自由的另一种体验乐趣 顺带一提 虽然界面看得有点花 但双点系列主机版的操作逻辑 本身并不算多复杂 关键是熟练这些常用界面 对应按键 画面上一直都有键位显示 除了基本操作 还能切换课程 人员相关 校园盖揽 贷款 以及用温度 吸引力 幸福感等各种属性 查看学校情况的栏目 游戏中可以随时暂停 或调整时间流失速度 当前任务目标选中后 会有对应的提示 新玩家掌握这些话 基本不用担心卡关 前期可能比较麻烦点的 就是例如房间改变大小 和物品摆放位置的操作了 不过毕竟游戏中 可以随时暂停时间 稍微花点耐心 慢慢摆就行了 不要说本作有些遗憾的地方 至少对我个人来讲 例如大学时代的食堂 学生会等元素 没什么刻画 宿舍更是简单到一张床 直接都能用 我严重怀疑制作团队偷懒了 相比双年音乐 本作很多地方设计 确实没太大创新 还好不同花样的校园主题 关卡和日常流产 会带来不少新鲜感 并且一些前作系统细节 也得到了改善 配合依旧充满了夸张恶稿 还有一些粉丝趣味 在游戏至少前数十个小时 还是相当上头的 正如本期开头讲的 双年校园首发就进入XGP 有会员的玩家朋友 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体验下 而Switch版 冲着用掌机玩前做时 几次都差点通销上头的程度 我也另外买了份Switch版 对比XSX上的表现 本作Switch主掌机的画质 其实倒还可以 但有四个问题 因是流畅度 Switch的30帧 只要有点惊艳的肌肉们 肯定也能料到 Switch这类游戏东西造多 基本逃不掉会卡 实际上画面元素稍微多点 Switch版就会在20帧上下波动 XX版60帧 东西造多后 游戏拉远视角会到30帧左右 不过包括视角转化和整体操作上 还是很顺滑的 能察觉到帧数下降 但影响不大 Switch关键这种卡顿程度也就罢了 毕竟掌机玩方便 但本作很多时候 卡顿还会严重影响到操作 例如打开菜单上下选择项目时 光标往往会不受控制 二是视角 Switch版大幅缩水的最眼视角 来限制同频元素 可以理解 前期也问题不大 但每关中后期就麻烦了 因为这时玩家会在周边 其他地方也建设校区 后期有些地图还相当大 包括室内外的环境 但你也可以用快捷操作切屏 来补回一部分 但总体还是比不了一屏 能尽可能容下更多元素的便利 三是加载时间 游戏在关卡中没有加载 但Switch版每关打开时 会有50秒左右 到甚至一分钟以上加载 原则上讲 一关也就一次 大不了游戏我不关了 再两天就待机只玩这个 不就能尽量减少操场加载了吗 那还有第四个问题 强退bug 截至目前版本 从首发到现在 我手续上遇到至少十几次强退 本作自动存档很多 但结合加载时间 卡顿和视角问题 这几天上头是增上头 崩溃也是增崩溃 就目前这综合体验 Switch版我个人并不建议 如果只想在Switch版玩的机友们 至少观望段时间 等游戏更新优化好一些 顺便价格再便宜点 再考虑不迟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